一個新的結束 就像銀行人們做一個最後的推動 三、二、一 他們在遭到一個決定 會永遠改變他們的生命 是否有任何我可以做 才能讓你留下來? 看《星賈銀行》推出一系列為電影 其中更有由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 講述大家以為相近如賓的銀行與客戶 其實也可以充滿滿的人情味 他主要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一部 這個微電影的系列 那還是談到人生啊 有起落啊 無時起無時落啊 好,你還要笑 我跟大家講那個總經理是新加坡人 但是好愛落台語喔 其實我講真心話 I swear to God 我覺得新加坡人語言天才都很厲害 古東話、英語、粵語 我們閩南語都會講 真的,人在江湖啊 不管是好的時候啊 還是失落時候啊 要怎麼樣的來面對 當中我們的很多銀行的同仁 的確也幫助了我們的這些客戶 不管是在業務方面啊 還是他的一個生活上啊 起了一些比較正面的效果 我是真的看的有感動到 有一個裡面銀行的高階主管 他就是去醫院去幫一個客戶 處理他的一些財務的事情 然後就講到那一段 當年的這一個 現在看到的這個高階主管 他當年也是一個小的行員 他當年就是類似去幫忙 規劃一個客戶的保險 幫他規劃如何借款 讓他貸款 可以做一個小小的事業 這一段故事是發生在台灣的 其實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一個RM 一個業務經理的一個故事 那也跟他談了整個故事的背景 對 他講了大概五分鐘就開始落淚了 哎呀你看啊 這個不是只有我落淚 真的真的 他就是那個 他是個男的吧 他是個男的 對嘛你看 對男的那個眼淚不清淡 對啊不清淡 表示他真的是一部好的作品 我已經沒有把它當成是一個 廣告或是什麼企業宣導了 我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真能實事改編的故事在看 是 Spark 點亮星光系列為電影 第九和第十集也陸續上架 不僅看了會感同身受 更能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所以總經理我們當初 在拍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已經有設定大概會拍幾集這樣子嗎 哦其實沒有那個 他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想法吧 對 所以其實我們聽說了 我們那個集團的行銷部 他要說服我們的集團的總裁啊 來投入這樣的一個製作 其實不容易 對 所以剛開始只是打算大概拍 三到五集左右 先試試看 可是後來呢 拍完第一、二集、三集之後呢 反應非常的好 不管是數位化也好 還是一般的銀行的一個業務也好 我們非常的清楚的就是 這是一個服務業 那服務業呢 它的服務的對象就是人 所以呢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從人的角度來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把我們的業務做的 真的是讓客戶生活隨興、心長隨興 就是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